3月27号在结束对意大利共和国 摩纳哥公国法兰西共和国国事访问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6号下午 习近平离开巴黎启程回国 法国国务部长德律吉等高级官员 到机场送行 军乐团奏中法两国国歌 习近平在德律吉北同下 沿红地毯检阅仪仗队 仪仗队队队队队长向习近平敬礼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法方官员 一一握手道别 军乐团奏中法 man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